来 接下来读照 来 接下来读照 好 可以了吗 可以 好 那我们把麦克风给康仁 帮康仁先拿一下讲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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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仁刚才自己讲了 好多人没有谢到 现在是那个补充的机会 刚刚刚其实我 自己有点讲到有点贫血 会瞬间有一种上头感 但最主要的剧组朋友都有谢到 因为马来西亚的布兰斯卡蒂摄影师 然后帮了所有演员拍摄这部戏的镜头 非常的美 他也捕捉得到我们的表演 那很谢谢 在马来西亚工作的那一群 华人的工作朋友 那谢谢他们上山下来的陪着我们 去拍福度青年 那也谢谢 谢谢台湾的一些 比如说在去年那段时间 我拍了很多戏 那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些戏的累积 不断地翻滚翻滚 刚好在复读青年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果 那其实我刚刚要讲的是 我真的要说的是 因为我前面几年没有经纪人 然后我让我自己有这样的累积 其实有一天突然发现 我自己整个人演员似乎有了重量 那那个重量是我碰到新的导演之后 因为我常跟新导演合作 碰到新导演之后发现 其实他们比我还紧张 他们的紧张感不亚于我 所以我一直觉得原来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其实我要谢谢我的老师李启元导演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演员可以 有很多演员是可以把自己的戏演好的 这种演员很多 但是如果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演员 更男人可贵 那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像新杰姐这样 能够被他酸提息吧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留住他教我的经验 把那一份对工作的专注 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 其实自己觉得对于工作已经够执着 过疯狂了 但是新杰姐李新杰比我还疯狂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应该可以把他 他所交给我的东西 分享给其他年轻的工作朋友 那如果有其他年轻的工作朋友 可以来跟我讨教他曾经教过我的事 我一定会大力的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有眼睛眼心之类的 那谢谢已经已故的陈惠玲导演 那其实我在他最后要离开之前 我在他的床边 因为我们大家都陪着他 然后我也握着他的手 就是我25号金马奖 你确定不要撑个几天吗 那我想说如果我拿了怎么办 然后拿了你会相信吗 那个从以前五个字都讲不好的演员 到拉背都可以挡到女主角的脸 的一个演员 你会相信我拿得到金马奖吗 那真的拿到了 然后我很感谢他 因为刚刚在已故的演员当中 我有看到他的名字 然后看到他的照片 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很动容 那因为复杜青年前面几个奖 落空了 然后其实坐在他们旁边 我蛮紧张的 对因为他这个低气 感受到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前几年的这样子累积 我也非常任性 非常叛逆的把自己的身体操了一遍 那我自己觉得在40岁也够了 那接下来很期待新的片 然后新的工作 不一样的自己 继续拍片吧 谢谢 是 我觉得也不是巧合 因为其实今天评审在讨论 武康人的表演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了你的眼神 非常非常的好 把刚开始那种好像无怨无悔的付出 到后来的那种心有不甘 然后再到后来的这个愿意放下的 那个层次 表达的非常之精彩 没想到康人就在台上说了 那个心结 教你这个眼神演戏这件事情 像明年大师哥 你们来示范一下 怎么用眼神演戏好了 所以我欢迎所有年轻的观众朋友 不是观众朋友 年轻的表演工作者 或是说跟我同年纪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心结怎么交往 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们分享 不过你真的要感谢你的经纪人 帮你去争取这个角色 就是你自己 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部分吗 就是怎么去争取这个角色 我觉得拍电影是这样 因为大家 不管是导演或资方或是监制 他们对演员的想象 可以从他过往的一些工作 过往的片可以去略知一二 他们总是希望演员可以来拍一部 他们新的片 然后拿出最好的表现 那我自己觉得近几年 作为四十岁左右的男演员当中 我自己是比较 比较希望自己多变 那时候我就感受到 富度青年应该可以帮助我 更上一层楼 那王李林导演 他也非常诚实地告诉我 其实有其他人选 那我也很诚实地告诉他 为了争取一个自己喜欢的角色 想要投入的心情 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所以那时候我不晓得是什么感动了他 让他来最后选择我 其实蛮快的 我打电话给他聊完之后 那隔一天他就跟我确定了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为了我 去跟资方吵了一家 或是去说服其他的人 因为我觉得拍摄电影 拍摄影视工作都是非常不容易 都是在一个彼此说服的过程 来一起工作达到最好的成果 那有时候说服的不好 就会变吵架 那我觉得这就是拍戏最好玩的地方 有时候一点点争吵跟裂痕 最终都会被时间抹平 而最后留下的东西 是一个好的作品 刚才你说你的表演偶像是 丹尼戴路易斯 你是从哪部片 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次我记得我好几年前 大概七八年前 我看了他的我的左脚 然后我想说 为什么有一个演员 可以这样子演戏 演成这么的风魔 那我就想说 好 既然我是我自己的经纪人 反正也没有人管我 到底饿肚子饿在家里 会不会平邪死掉 我就自己在家里决定了 我可以把自己搞得夺寿 从白蚁开始 然后到斯卡罗 后来又到 我没有谈的恋爱 又吃得很胖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做这些事 能不能够帮助我演好戏 只是在拍这些戏的过程当中 发现 诶 原来我的那个没有自信 跟那个我随时可以消失的心情不见了 因为开始有人会跟我说谢谢 开始有人说 康仁 谢谢你帮助了那场戏 或是康仁 你这样演 刚刚你演得蛮好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看Monitor 我不看回放的一个人 我是从来不 因为我李奇伦导演教我不要看回放 所以才感觉到原来我绕的这个远路 并不是白绕的 我是有看到那段路的风景 而从那个过程跟经验当中 累积成现在的我 原来我有力量可以去帮助别人 那不免俗的还是要请教你一下 你已经演过这么多角色了 你也算是这个影视圈的变色了 还有什么你想要挑战 但还没有演出过的角色形态 我想下一个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香港演员 因为我是看香港演员电影长大的 那为什么会让自己前几年接那么多戏 因为我一直觉得 如果导演跟我 他要求我的我做不到 那表示我会的招数太少 这好像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就是以前杨过代以前 就是招数很多很花交 但他其实没有什么内拱 那我一直觉得 很多人朋友说 你收一点收一点 其实我有点叛逆 我总觉得你放到最大的时候 会不会有东西会反弹回来 给我一点回馈 那我相信从去年的模仿饭到复都 我觉得那个回馈的感受 其实因为我知道 那个角色的重量 我很清楚那个角色的重量 然后开始可以轻轻地提起 或重重地放下 那我觉得下一个阶段 应该会更内敛 会让大家更能够感受到 角色内心的揣摩心境吧 对 其实复都清理已经算是 收放自如了 就是那个除了大家 这个叛为观止的 这个监狱的特写 特写镜头的戏之外 其实前半部关于生活的 那些铺陈都已经做得 非常非常好 恭喜吴康仁 第一次入位金马奖 就获得金马影帝 非常宜fic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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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给你 妻子 要 这 这 切 这 这 这 是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